欢迎收看 欢迎收看这一节的五件新闻 我是唐杰 马上现在带您看到 今天有哪些国际新闻重点 日本高级葡萄流入中国 每年损失100亿日元以上 中国西安风控升级 上海三天两减 美国媒体报道 考量国安及人权 拟扩大对中国出口管制 土耳其官媒城 发现大量稀土矿藏 可为全球供应1000年 新闻开始先来关心 美中贸易战进度 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报道 拜登政府考虑要在这个月 采取行动 对价值1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 取消关税 不过最新消息指出 美国政府截至今天 已经收到超过300件请求 希望拜登政府保留前总统川普任内 对中国商品征收的关税 这些每年约3500亿美元的中国关税 部分措施将在明天到期 除非当局延长实施 白宫今天在记者会上 被问到相关问题时说 拜登团队仍在考虑选项 多家外媒还指出拜登政府 也可能针对中共当局大量补贴的部门 启动新一轮301调查 另外纽约时报报道 美国政府打算扩大对中共的出口管制 以限制中共军事及科技发展 措施包括增加出口管制 协同伙伴国家行动 重新定义哪些技术被视为敏感或关键 可能被军方和国家安全机关使用 而人工智慧可能就是其中之一 外媒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很快将公布 对中国进口产品的关税决定 来解决美国通膨问题 对此巴克莱银行认为 无论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关税如何调整 对美国通膨不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只是杯水车薪 而且对货币政策的审议可能无关紧要 如果关税完全撤销对美国通胀最大的直接影响 是一次性降低0.3个百分点 综合外媒报道 在美国的限制下 荷兰艾斯莫尔对中国将有更多出口限制 知情人士透露 美国官员正在游说荷兰 禁止艾斯莫尔出售一些较旧款的 极子外光EUV或生子外光DUV围影设备 消息传出后 周二艾斯莫尔ADR重挫8.3% 出现自2020年3月以来最大盘中跌幅 DUV所用于的晶片制成技术比先进技术落后 但仍是中国制造汽车 手机 电脑乃至机器人 所需的承受制成晶片最常用的设备 据团体分务会本周将在印尼开幕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计划与中共外长王毅会晤 美国国务院亚太助卿康达表示 会谈将为美中设立护栏 确保沟通管道畅通 避免误算 美国国务院7月5日发表声明 证实了这次会晤 美国官员表示 国务卿布林肯将传达 在俄乌战争的背景下 美国对北京与莫斯科深化关系的担忧 但美国官员拒绝透露 关税问题是否会在美中外长会面的议程上 但强调 两人会议的议题范围将很广泛 美国媒体日前披露 拜登政府可能最早在本周作出决定 是否取消部分对华惩罚性关税 来缓解国内的通胀危机 对于台海紧张局势 可能触发美中军事对峙升级的担忧 外界希望这次会晤 能够带来更多的稳定 另外 本次美中外长会晤 是否能促成拜登与习近平的会面 外界也拭目以待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起欧美各国经济制裁 无法顺利出口南渊 许多海运商怕商与受损或违反国家制裁 不愿意运输俄罗斯原油 不过也有少数船商银而走险 将俄罗斯原油运往中国 彭博社5号报道 目前将俄罗斯原油从科兹米诺港运到中国 一趟航程可以赚到160万美元 月薪台币4700万元 利润是俄乌占前的三倍 吸引部分中国土耳其及希腊船运公司上门 根据数据显示 近期俄罗斯东西伯利亚 太平洋石油管道的出口原油 几乎都是运往中国港口 偶尔运往印度 欧洲议会今年第六度通过友台决议 7月5号以458票赞成 51票反对 124票弃权 通过欧盟印太战略之贸易及投资面向 敦促欧盟与台湾旧半导体产业展开对话 并以启动双边投资协议的谈判 钳制工作等 台湾外交部对此以新闻稿回应 表示欧洲议会持续具体行动 展现对台湾民主伙伴的支持 肯定极重视台湾在关键战略产业可做出的贡献 外交部高度欢迎与由衷感谢 政治话题 台北地方法院审理立委收贿案 今天宣判无党籍立委苏正清10年图新 国民党立委廖国栋8年6个月 陈超明7年8个月 前时代力量立委徐永明7年4个月 无党籍立委赵正宇6个月图新 前泰流公司负责人李恒龙 为争夺搜狗经营权 行贿立委上千万 台北地院经过一年多审理 将涉嫌收贿的立委 助理等相关人 依贪污治罪条例等罪判刑 苏正清发文表示遗憾 认为判决违法 将上诉捍卫清白 立委陈超明喊约绝无贪污 控诉遭政治迫害 将上诉到底 国际能源总署预计 由于价格飙升和俄罗斯进一步的削减供应 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在未来三年内大幅下降 肯德基母公司百胜餐饮集团宣布 作为退出俄罗斯市场计划的一部分 即将出售肯德基在俄罗斯业务 百胜五月出售了目前正在更名的俄罗斯必胜客 印度近日大规模突击搜索 中国手机厂Vivo等相关厂商 依与洗钱有关涉及全印度44地 对此Vivo证实正配合印度相关部门提供所需资讯 今年4月底另外一家中国智慧手机制造大厂 小米集团被印度执法局发现非法汇款 小米在当地银行的资产7.25亿美元遭到查扣 根据日经新闻报道由于出现供应链过剩隐忧 今年以来全球主要半导体企业市值蒸发了1.8兆美元 约54兆台币 报道称情况比2000年网络股泡沫时严重 出台机电等聚拨外半导体产业可能开始进行重组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投资人担心经济衰退 美股四大指数昨天涨跌互建 科技股震荡收高 台北股市开盘后下跌超过80点 11点半左右更一度下跌超过300点 全支股台积电跳空开低 盘中下跌10点 最低来到436点 后来台积电与台股指数跌幅收敛 另外有平面媒体报道 财政部已要求八大行库 从本周起逐日回报台股水位 此意味着要各大行库每日都要进买超 推估八大行库可投入股市资金 上看千亿元 中国疫情在一起惊险变异株 上海山西风控升级 中共的清零可能更为猛烈 更多内容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千人 initiative 检查 试炸 新春 优達 使用进口原料制成 已开发上万种产品 油风能够确保机械正常安全的运作 组绝外界污染物并防止漏油 荣获ISO品质保证 客制化一条龙服务 谈判制造专业第一 博文优胜油风 首创智慧监控气体供应服务APP 监控气体刚平的入库查核验收 自动显示储存区使用记录 库存警报简讯远端遥控智慧下单 自动化服务管理系统 音点盘点时间节省人力智慧监控APP 气体供应的解决方案 恰隆企业 目前中国各地疫情四期 北京和上海都陆续出现社会面新增病例 而经历了封城惨重的西安 当局宣布新一轮疫情为传染性更强 传播速度更快的Omicron亚新变异株BN5 在清零运动下当地再次封城 7月5号下午西安政府突然宣布 6号起开始7天临时性管控措施 再次封城 居民只好抓紧时间抢购物资 西安政府从7月2号起宣称出现疫情 至今累计通报18例感染 虽然真实数据不明 但当局已经承认 新一轮疫情为传染性更强 传播速度更快的 奥密克戎亚新病种毒株BA5 这个病毒变异越来越快 传染性也很强 请问你搞清零还有啥意义呢 中国的民生经济发展 社会的方方面面和清零政策之间的矛盾 接下来还会变得更严峻的 目前长三角地区的安徽 江苏浙江三个省份 将继出现本土疫情 在江苏无锡某区 对核酸检测后的居民 在身体上盖章 还要保持三天 被批美人权 早上就被大喇叭给弄醒了 起来让做核酸 最近全国各地 疫情都有伤长的趋势 目前上海连日出现感染病例 5号起在12个区 展开三天两轮的 全员强制性核酸检测 与此同时 北京5号通报 出现社会面新增病例 估计又要加强 社会面清零运动 天津市的部分地区 5号也加强管控 多个小区被封 展开三天的核酸检测 我们双林街道 现在就是只进不出啊 我们后面那核楼就是高风险 但是我们这一块被封了 所有的道上都有警察拦着 在政治病毒 本身没什么事的 不过核酸啊 你寸不难行 不过核酸 啥一点就不了 就是为了管控老百姓 新台人记者宇婷 总和报道 7月5号 广西超生孩子被同意调剂的话题 引爆大陆舆论 超生的孩子被官员暴走或卖掉 当局调查结果 却称此举是社会调剂行为 引发网友愤怒 继巴海铁链女唐山打人事件之后 中共当局和官员再次挑战人类道德底线 7月5日 一份据称是泉州县卫生健康局的告知书 火片全网 这是一封不受理信访的告知书 两名上访者分别是年近七旬的老人 唐岳英和邓正生 据大陆媒体报道 家住广西桂林泉州县农村的唐岳英 与丈夫育有七个小孩 1990年他们最小的儿子邓小舟刚满一岁 就被人强行掳走 至今下落不明 32年来 两位老人一直寻找儿子的下落 经过多方打听了解到 当时抢走儿子的人中 有一人姓高 是当时安和乡寄生工作管理站站长 物色婴儿转卖给特定人收买 邓小舟就是被高摩摩安排人强行抢走 于是唐岳英夫妇向警方报警 指控高摩摩等人是拐卖儿童的人贩子 然而警方并没有立案 夫妇两人多次上访所得到的 只有这份不受理告知书 全州卫生局在告知书中称 超生的孩子是由全县统一暴走 进行社会调剂 不存在拐卖儿童行为 更补充说 当时被全县统一进行社会调剂的超生孩子去向 没有留存任何记录 轻描淡写地推卸了责任 却引燃了网友心中的怒火 许多网友震惊表示 头回听孩子用于社会调剂 强人孩子原来叫调剂 永远不拿人当人 跟对付牲口一样 五日当天 大陆媒体引述全州县政府工作人员的话称 该事件已经上报市政府 会尽快发布通告 不过在徐州铁链女和唐山打人事件之后 网友们对于政府即将发布的通告 只能悲观感叹 已经不敢相信政府了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乔安综合报道 在中共当局的清零政策下 中国经济遭受严重打击 被称为克强指数的三项指标 有两项下降 三项指标分别是用电量 铁路货运量 银行贷款 自六月以来 用电量和铁路货运量都出现下滑 港媒称大陆经济面临挑战 唐山打人事件敏感时刻 新上任仅一个多月的 河北省公安厅长刘文喜猝死 终年54岁 官方在刘文喜死亡两天后才公布消息 而在唐山打人案 真相未明之际 正在调查此事的狼方民警 实名举报当地法医马仕昌 罔顾事实 篡改伤情鉴定的消息 引发网络再次聚焦唐山打人事件 网友惊异 原来伤情鉴定真的可以造假 习近平亲信王小红 升任公安部长和政法委书记不久 董卿丈夫秘春雷案就有了新进展 消息显示 已经失联半年的中共央视主持人 董卿的丈夫秘春雷 以及旗下公司已被法院执行 超过7亿元人民币 旗下在A股上市的南海医疗 不久前也遭退市 此前有消息称 秘春雷卷入孙力军案 而肃清孙力军政治团伙案 就是由王小红主抓 7月5号是新疆七五冲突事件13周年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悼念遇难者之际 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 终结为族所面临的种族灭绝 台湾也有民间团体呼吁政府 定令供应链企业责任法 禁止进口新疆强迫劳动产品 新唐人亚台电视整理报道 来关心美国芝加哥郊区国庆游行枪击案 地方官员指出22岁的凶贤克里默三世 是合法构枪 他从屋顶向观看游行的群众开了70多枪 并穿着女性服装 以便在行凶后混入人群 警方说他策划这项攻击好几个星期 这起攻击造成6人丧身和30多人受伤 凶贤被控7项一级谋杀罪名 如果被定罪将面临终身监禁 且不得假释的最高星期 北约组织扩充有了实际进展 7月5号瑞典和芬兰在北约总部比利时 布鲁塞尔签署了加入北约议定书 周二 芬兰外交部长哈维斯托和瑞典外交部长林德 在布鲁塞尔北约总部签署了入约议定书 两国外交部长都表示 期待未来与北约的合作 共同维护安全秩序 议定书签署后将送往各国议会 需要北约30个成员国分别批准通过 这一过程可能要长达一年 不过 土耳其外长周一再发出警告 希望芬兰和瑞典履行与土耳其 在上周北约峰会上签署的三国备忘录 否则仍将阻止两国的加入 对此 芬兰和瑞典外交部长 在周二签约仪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 分别做出了回应 上周在马德里举行的北约峰会上 土耳其与芬兰和瑞典达成协议 同意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 芬兰和瑞典向土耳其承诺 不支持激进的库尔德工人党等组织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陈岳综合报道 台湾芒果前进日本 利坚四孝营养午餐吃得到 更多内容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台湾 台湾芬兰和瑞典达成协议 对我去工人玩了 你每次都跑好远 阿嬷走不动啦 你要穿这个啦 我也希望德行天下哦 走吧 带身棒电的小派芭 德行天下 主攻健康鞋店 台湾水果在开拓日本小学生通路 农粮署推动优质水果外销日本 既香蕉凤梨后又规划输出爱文芒果 提供日本立坚式四所学校 一天营养午餐水果所需 预计下周就可以让日本小朋友们 尝到美味的台湾芒果 享世献瑞 农粮署7日上午在台南市举办 台湾芒果书日行销记者会 农粮署长胡中医 台南市长黄伟哲等人出席参与 5月12号他们又开始尝试凤梨 所以我们在今年5月12号的时候 凤梨又出口 那这一次呢 这一次是芒果 因为他们日本的小孩子不知道台湾的芒果 所以这一次啊 有四个学校2500个学生 在7月14号会吃到台湾的芒果 过去芒果已经打开日本的通路 那今天不仅要打开日本的通路 要打开日本小学生的通路 他们在日本的立坚市 在立坚市的他们的学校 等营养午餐可以上他们的餐桌 胡中医表示农粮署持续供应香蕉 风鲤等水果作为日本立坚市中小学学生 午餐水果 这次再规划提供优质的台湾芒果 日本立坚市长山口申述也相当期待 跟去年同期比较起来的话 我们今年到昨天为止 我们今年出口的量 比去年减少了55% 那价格的部分 比如说我们出口日本 我们在产地跟农民收购的话 去年每一公斤是收购90块 今年是收购160块 可是因为农民这个量 产量减少了39% 董良署特别致赞台湾芒果 食农教育餐店 但让日本学生能多认识台湾产业文化 帮助加强台日交流合作 稳固台日邦誼 新航亚台电视史清旺 台湾台南报道 台湾定下2050年禁令排放目标 企业界如何因应这波趋势将是关键 台湾两大智库商研院与金研院 6号宣布签署MOU 将共同协助民间推动ESG永续发展 财团法人商业发展研究院 与台湾金融研训院 共同举行MOU签署 两家国内主要智库 这回联手聚焦推动ESG永续发展议题 协助国内金融业服务业 就人才培训 政策研究 论坛办理等面向进行合作 金融业者也面对了他本身发展的一个ESG转型的挑战 你这些资金好好的往ESG转型 去这个协助推动的时候 你可能会帮整体创造几兆几兆的一个 已经这个数量来估计来计算的那种效果 因应国际趋势 台湾定下2050禁令排放目标 针对企业 政府规划课证探税并且要求上市贵公司 每年提出ESG永续报告书 银行业也着手对企业贷款和投资 进行ESG绩效平和 不过关键的人才缺乏是最大痛便 我们对国际上很多的法规 还有它的检验的标准 甚至它的一些概念 观念都还是不是很清楚 快速的来扶导产业来迎合这种 ESG的发展浪潮来提升国家的竞争力 ESG趋势也同样带来新一波产业成长机会 两大智库将协助提升台湾金融与服务业 净零排放的意识与能力建构 协助企业达成2050净零转型目标 进一步形成永续生态圈 新唐人在电视林玉堂重获莫沈维彤 台湾台北报道 美国神韵国际艺术团7月5号来到台湾第六个城市苗栗演出 神韵第14度来台巡演 苗栗首度迎来神韵 苗北一文中心首场演出爆满 门票全数授庆 苗栗县文化观光局长林彦甫 官后推崇神韵演员身后功力 盛赞演出精湛 神韵艺术团我们是非常佩服 这样的舞蹈 以及搭配了中西乐的合并 我觉得这整个搭配都非常的天衣无缝 那是一个非常精湛的演出 敬佩神韵艺术团高超技术 苗栗县文化观光局长林彦甫 首次欣赏神韵演出 表示非常推荐下一代来认识 并看见神韵的世界影响力 从中国传统的古典舞到毯子宫 到舞宫 所以他们来演绎出 这样子的整齣舞剧 那再搭配中西合并的 这样的交响乐团 其实达到很好的效果 那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 这整个背后的荧幕背评 那整个互动 其实相互的这个 相互的辉映 那也很多出前场 这一个舞者 他们的这样深厚的功力 所以让大家非常的耳目一心 神韵有七个团 能够到全世界去悬演 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机会 感觉非常的豪迈奔放 神韵恢复失传的 中华正统艺术文化技术 国家级武术教练 苗栗县体育会 国术委员会主委赖昌秀说 深受演出启发 除了传统的舞蹈的那些 那个很难得看到的技巧之外 另外还穿插了很多 我们中华文化 几千年来的历史的故事在里面 非常有启示性 启发性 没有去看的话 你会很遗憾 苗栗县议员赖秀红也感动表示 音乐家的二虎演出让他陶醉 由神韵演员诠释的王昭君故事 更令他难忘 王昭君的故事是 从以前就是家户一小的一个故事 然后他能够把它改编成这个舞蹈 这个剧情 有一个剧情来表现 让人家觉得说 非常的惊艳 说他可以把它演得非常的生动 然后让人家非常的感动 神韵艺术团首度力临苗栗演出 包括正副总统苗栗桃源新竹 三位县市首长 以及多位政要都送上花篮 祝贺演出圆满成功 神韵在苗栗演出两场后 将前往台湾巡演的最后一站台北 目前全台后续场次门票 都已全数授庆 新唐亚太电视彭正前 林秋霞 林沛云 台湾苗栗采访报道 接着带你来看到 7月6号的天气预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这项护航为沉默发声 谢谢你的收看 我是唐杰安 再会 如果说提早知道这些问题 就不会有生小孩生育的这件事发生 因为我真的要工作 我没有工作 我会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пов选 Zac小费